货车司机在台上替法以示抗争的决心 南韩全国两万多名货车司机为了要求政府延长疫情期间制定的安全运费制度 从11月24号开始进行罢工 导致全国供应链中断损失持续扩大 截至一号已造成1.1兆韩元约258亿台币的经济损失 其中以钢铁业损失最为惨重 南韩五大钢铁企业出货已减少了八千七百亿韩元 约两百零四亿台币 南韩工会联合会数千名成员三号在首尔室内游行 抗议政府企图强迫罢工司机复工 南韩政府二十九号下达复工令 警告罢工司机若不遵守 首次违规将面临停职最长一个月 如果再犯就会被吊销驾驶执照 南韩媒体报道由于政府态度强硬 罢工似乎正在失去动力 主要港口和水泥生产厂的运输量正逐渐恢复 而在美国美国总统拜登也刚签署法案 阻止全美铁路工人罢工避免重创经济 美国铁路工会要求增加代薪并驾 但协商法案却一直在国会僵持不下 因此工会酝酿在耶诞节前夕发动全国罢工 但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八十对十五票通过 强制十二个工会执行九月政府协调达成的 临时劳资协议 却没有通过给铁路工人代薪并驾的法案 拜登表示为了救经济不得不阻止罢工发生 但表示会继续替所有工人争取代薪并驾 欢迎所有人的女生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